11月14号的凌晨 巡逻远警在中山区双城街巷口 执行巡逻请勿 不过听到像里头传出了争吵 声他赶紧前往现场来处理 看到三位男子从店家走了出来 后面还有四位男子在后方尾随来叫嚣 警方见状立刻把冲突的双方给隔开 避免冲突扩大 而根据了解双方是因为在酒吧里头 因为酒后喝懵了 互看不顺眼结果引爆争执 其中一方三人不愿意持续争吵 准备要先行离开 但另外一方的四个人不放过 跟着走出来店家持续叫嚣呛吓 连远警到场之后 尾随对方呛吓的四位男子还是不听制止 甚至对警察呛吓这态度可以说是相当嚣张 其实接种过高端 得再混打两剂的国际认证疫苗 现在才能够出谋 等于说是前两剂不知道是不是算白打了 现在就连原本认证高端的六个国家 都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又缩水变成只剩下四个国家 换句话说 如果你打了两剂的高端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你能去剩下的都不能 凭你这两剂的疫苗 认为是打了国际认证的疫苗 议员罗志强就说 四剂帝国只剩四国了 他表示回想 数个月前 总统蔡英文 护航真的是不遗余力 还为高端开了直播法术会 结果换来的是四剂帝国 真的快要被笑晕了 来看的是呢 职业民进党一意孤行 蛮干的下场 就是全民都得买单 罗志强更讥讽说 当初护航高端的 现在全部都没声音了 静悄悄了 现在民进党护航乃猪 会不会哪一天 也用惨痛的代价来做证明 国民党是对的呢 说自己真的笑着笑着 就哭了 台湾女仗杨和珍 世界尽速溜出溜冰锦赛呢 这个为台湾添得了两斤一桶 不过却传出在 格伦比亚的比赛当中受伤 体育署目前表示呢 杨和珍开刀一切顺利 预计呢 今天大击16号抵达台湾 后续将提供选手 最好照顾跟协助 杨和珍传出了遭到对手冲撞 造成了左手受伤 教练呢 吴炯柱在这个脸书上发文 分享了后续的过程 先是向国训中心请求协助 后来又被当地的医疗体系吓到 医院呢 有任何处理伤口的意愿 历经了漫长的两个小时等待 才拍摄到X光片等等 根据了解 杨和珍开刀目前是顺利 已经为选手安排 今天搭机 乘坐商务舱 预地16号抵达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